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师妹 这一期我们来勾制一款超级简单的保暖手套 配戴起来非常的柔软舒适 毛线选用金丝绒雪尼尔毛线 采用双骨线勾针 勾针选用4.5毫米的勾针 好了,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 首先,锁边起针 左手持线 然后将勾针放在线的下方 向内绕一圈 接着将线勾出 起针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13个锁针 13针锁好之后 接着返回到数第二针 然后呢,调理删的一根线 按顺序呢,编织12个短针 12个短针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第二行 首先,锁一针 然后呢,调转方向 这一行呢,我们挑针末后半针的一根线 按顺序呢,编织12个短针 第二行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第三行 首先锁一针 然后呢,调转方向 同样是调针末后半针的一根线 按顺序呢,编织12个短针 之后呢,继续这样重复编织 一直勾制到第二十三行即可 制片部分的第二十三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将制物的左右两端拼接一下 在每一针上各条一根线 按顺序呢,编织12个短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制片的部分拼接好之后 接着我们来隐藏一下线头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主体的部分 首先锁一针 然后呢,顺序编织24个中长针 主体部分的第一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中长针上编织一个银八针 接着编织第二行 首先锁一针 然后呢,调准方向 这一行呢,一公时需要增加六针 首先呢,顺序编织三个中长针 接着第四针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中长针 接着后面呢,继续 每隔三针 增加一针 一共增加六针 编织三十个中长针 主体部分的第二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中长针上编织一个银八针 接着编织第三行 首先锁一针 然后呢,调准方向 这一行的针数呢,不发生改变 按顺序编织30个中长针 主体部分的第三行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第四行 首先锁一针 然后呢,调准方向 这一行呢,一共是增加六针 首先呢,按顺序编织四个中长针 接着第五针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中长针 接着后面呢,继续 每隔四针 增加一针 一共增加六针 编织三十六个中长针 主体部分的第四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大拇指的部分 首先锁一针 然后呢,调准方向 接着按顺序编织五个中长针 接着后面空出二十六针 然后呢,按顺序再编织五个中长针 再编织五个中长针 最后呢,在第一针上编织一个银八针 接着编织第二行 首先锁一针 然后呢,调准方向 按顺序编织10个中长针 之后呢,针数不发生改变 一直勾织到第五行即可 第五行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第六行 首先锁一针 然后呢,调准方向 这一行呢,一公式需要减去五针 编织五个中长针 两针并一针 第六行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剪断 然后呢,隐藏一下线头的部分 代表几织一个银线头的部分 再编织创织 织那密码 再编织一针 织二针 织的银 侯画 然后呢,我已经在纲 我这样在纲 阅 神 我们在纲 大拇指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二个部分 首先呢我们在第五个中长针的位置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接着锁一针 然后呢顺序编织28个中长针 28个中长针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针上编织一个眼疤针 接着编织第二行 首先锁一针 然后呢调转方向 同样时按顺序编织28个中长针 之后呢针数不发生改变 一直勾织到第八行即可 第八行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第九行 首先锁一针 然后呢调转方向 这一行呢一共是需要减去四针 首先呢顺序编织五个中长针 接着后面编织以各两针并一针 之后呢继织以各两针 每隔五针 减去一针 一共减去四针 编织24个中长针 第九行 第九行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第十行 首先锁一针 然后呢调转方向 这一行呢是每隔四针 减去一针 一共减去四针 编织20个中长针 之后呢继续按照这个规律 每一行呢各减去四针 一直勾织到第十二行即可 第十二行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第十三行 首先锁一针 然后呢调转方向 这一行呢一共是减去六针 编织六个短针 两针并一针 第十三行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剪断 然后呢隐藏一下线头的部分 接着编织剪断 好了这样呢我们这款包装手套就做好了 左右手的部分呢都是按照相同的方法编织 那本期的内容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然后呢 wha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